凱米颱風來襲的最新的動態 以及颱風架到底會放假呢 我們接下來時間交給氣象主播玄彤 確實今年第三號凱米颱風 已經逐漸的在逼近當中 而在他靠近的過程當中 其實風雨已經逐漸的顯現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海陸警的警報單上面 其實包含的縣市已經非常的多了 包含整個南投以北 以及東半部地區的縣市 當然海上也是警戒範圍區 所以這個時候最好 就還是不要到海邊來玩了 那麼當這個颱風逐漸靠近的過程 雖然它現在的強度是中台 但是還有可能會再持續的變胖變強 因為這裡的熱含量相當的高 海水的條件是有利於它的發展的 所以不排除會是以一個中台上限的等級 登陸到台灣的陸地 而最有可能的登陸點 有可能落在宜蘭到花蓮這一個區間 而暴風圈也是可能會從200公里 變成250公里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這個路徑圖到底會怎麼走 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張圖 在禮拜三 也就是明天的凌晨的時候 會發現這個暴風圈已經觸碰到台灣的陸地 所以這時在東半部地區的雨勢和風 也會逐漸的再為增大 而這個時間點整個西半部地區 因為還處在一個背風區 所以在西半部地區 可能風雨雨感受還不是特別強烈 但我們看到下一張圖 會發現這時候已經中心 已經來到了台灣的上空 這時是從宜蘭花蓮一帶來做登陸 所以不只東半部地區的民眾 風雨雨是持續的 甚至北部地區 還有在西半部地區的山區 風雨雨也會逐漸的增大當中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下一張圖 你會發現到了禮拜四的凌晨的時候 這個颱風的中心 其實已經逐漸的要遠離台灣 但這個時候 北部地區因為相對比較靠近 所以風雨雨還是很明顯的 只是南部地區要注意 因為這時候颱風逐漸的遠離 不只會帶進來西北風 同時也會帶進來西南風 所以會在這裡呈現一個低壓的符合區 風雨雨都會特別強烈 所以整個西半部地區都是大好雨 以及超大好雨的等級 最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下一張圖 你會發現在禮拜二的時候 其實今天的感受還不是特別的強烈 頂多東半部地區 雨是在逐漸的增大 甚至北部地區也有 但是還不到特別強 禮拜三禮拜四最為靠近 但是在禮拜三禮拜四 你要注意的是時間點不太一樣 禮拜三深夜的時候 北部地區感受最為強烈 但是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南部地區的雨勢 會再更為的加劇 因為西南風也加進來了 所以整個西半部地區 包含你看到粉紅色紫色的 這個區塊都是有可能來到 好雨到大好雨的等級 甚至在中南部的山區 也不排除會來到超大好雨 所以依照這兩張圖來看的話 確實以目前各台灣的 縣市的山區都有可能會放颱風架的標準 是有達標的 但我們還是要看各縣市政府的 這個最新的預測 以及他們的評估才能做最後的決定 當然離島目前藍雨綠島 還有澎湖的風力也是有達到 放颱風架的標準 好 謝謝宣童這麼詳細的說明 至於颱風到底明天會上班上課 停班停課的標準 以及狀況如何 我們隨時會你更新最新的狀況 好 現在全台地方的首長都非常緊張 為什麼呢 如果你宣布沒有放颱風架 大家可以作罵你 全家火葬場 但是只要一旦你宣布放颱風架 你的市民 你的縣民 就會盛戰你是全市 全台灣 全世界最帥最棒的市長 這個現在有個人壓力就很大 就講萬安 他的臉書每到颱風的時候 立刻有大批的網友去洗版說 市長拜託你 你是此生最帥的男人 帥不帥就看你今天宣布的結果 是怎麼樣 而且很多人都長篇大文章 散文在PLP的比賽 說市長你多棒 希望聽到你充滿磁性的聲音 宣布我們在家躲颱風 開心的放颱風架 很多人都寫非常熱熱躲的文章 甚至有人複製貼上就拜託他 但是剛剛宣頭已經告訴大家 明天白天大家可能早一點睡覺 明天早上還有硬仗要打 上班的機率可能滿大的 但是晚上8點會統一宣布 目前為止全台灣金門馬祖 已經預先宣布了 明天是正常的上班散客 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是8點 但是台中市長盧修恩 現在就比較辛苦了 他在IG社群上面PO出了 自己跟37年前 他在華視當氣象主播的時候 的一個對比 我直接看這個畫面 當然包括他們的聲音 這個跟37年前做聲音的對比 是一模一樣 這個聲音一點都沒有老化 樣子稍微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盧修恩是對自己 有私信的 否則很少人耐得起37年的 before after的對比 顯然他覺得自己沒有差太多 他很客氣說 自己有點看不下去 但如果真的看不下去 他也不敢PO出來 很多網友說 果然非常專業 專業30幾年都沒有變 現在有個最新的變化 昨天晚上他率團到美國訪問 本來這一趟行程 是外交訪問行程 總共長達10天 美東美西都要去 但沒有想到一去 他赫然發現台中明天預估 山區的和平區雨量最大 總雨量高達1800毫米 相當驚人的這個雨量 致災型的雨量 所以他一下機飛之後 他發現說這樣真的不太對 左思右想 他立刻覺得要直接回到台灣 所以他即將在明天 清晨5點的時候 就抵達國門 所以他的心整個都懸在 這個颱風是不是會自災的 一個情況 另外有一件事情 大家也很好奇 日本的學者小立元 他向來預測台灣的正情走勢 都非常精準 他說2028年 也就是未來下四年後 賴清德要挑戰 要面對的是什麼 是藍白整合成功 所以賴清德跟這一組 會是一對一 但他沒有說是哪一組 他說是盧秀燕 他的對手整合起來 是不是柯文哲 這部分他就沒有講太多 他說會重現2004年 連送配的這個狀況 但不知道會不會重現 2004年的結果 所以盧秀燕說 回答這個問題說 現在把市政先做好 他回來 大家其實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才剛去而已 請教兵哥 我覺得颱風天當然 各縣市都要注意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喜歡放假 甚至有人已經拿出雞排來 所以如果放假 可以TZ訂好了 對 就要請雞排 我覺得這一切就是看狀況 因為我們現在氣象局都 基本上各縣市長都按照氣象局 公布的標準 我們大家也放平常心 最重要還是注意安全 只是盧秀燕 其實我老實說 他回來能夠做什麼事 我是很納悶 因為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其實大家可以用視訊 用各種方式聯繫 只要讓他瞭解這個狀況就好 我覺得他就算飛回來做的事情 跟他在電話裡頭講 跟他在視訊裡頭講的 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覺得基本上是一樣 當然因為台灣是一個 很民粹的社會 只要你首長不回來 人家就會有很多 尤其敵對陣營一定會 很多人罵聲一片 說你這個做不好 那個不關心市民什麼什麼 他大概是怕這種民粹的壓力 所以不得不回來 可是說真的 我真的希望台灣這種風氣 能夠改變一下 至於小力圓的預測 老實說我一直不覺得 小力圓很厲害 因為他每次預測 跟大家預測也都差不多 也沒什麼很特別 只是經過他嘴巴講起來 好像就會變成新聞 對 那他說2028 是不是藍白核 當然你如果藍白能夠核 才有機會贏率 藍白不核基本上是沒機會 因為現在大家都看得出來 賴清德支持者是鐵板一塊 幾乎是不會動 再過四年也差不多 所以藍白核等於是 在野黨唯一的希望 我覺得他如果出發點 是這樣想 那我覺得是有可能 可是問題是你說要重現 連戰跟宋楚瑜那個狀況 我覺得不太一樣 因為你要知道 宋楚瑜跟連戰 基本上是系出同源 他們都是國民黨出來 後來那一次宋楚瑜是覺得說 為了能夠重新拿回政權 他不惜屈屈當副首 可是藍白之間的狀況 跟當年國民黨跟清明黨 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演變 恐怕不會像小力圓星星 所預測這樣 我認為藍白要整合是有相當大的困難 所以他還是等著看 不過也有人講說2028年 難道還有柯文哲的這個空間嗎 也有人提出這樣的一個疑惑 那有一件事情現在大家很關心 因為川普這個沒選的關係 他很可能會當選 那昨天第一時間川普遭到槍擊之後 就有一個獨家報導 新頭殼 新頭殼大家知道他被定位成是綠媒 而且應該很多消息是來自綠媒裡面 權威消息 但沒想到他寫了一篇內幕報導 說川普遭到槍擊之後 我們的總統賴清德 對內指示對美的政策 全面的壓保川普 他這樣講 那這一篇報導出來 大家非常震驚 非常吃驚 怎麼可能全面壓保川普 你到底有沒有搞錯 已經跌過焦那麼多次了 但是因為是心頭殼寫的 大家覺得應該是其來有志 不可能是亂寫的 結果沒想到總統立刻打臉他 這一篇也就消失了 但他雖然被定位是不實的報導 他的內容分析還滿真的 他為什麼 他講一件事情 他說余大雷事件就是一個指標 他被內鬥 他確實也做了 有爭議的事情 但是余大雷在共和黨裡面 可以穿梭自如 所以對美國事務的開展非常重要 需要依賴他 那另外一個川普他嗆聲台灣 說台灣把搶走了什麼 美國的晶片生意 台灣應該要付出更多 那按照我們官方的態度 應該要講一些場面話 說我們堅持台灣的自主性 但不是我們是舔川 怎麼舔 我就說要付 付出更多的責任 所以從這些脈絡推下來 他認為說我們確實就是 壓了這個川普 但總統府說這是不實的報導 雖然嘴巴說不實 大家的感受都滿真的 為什麼 2016年就壓錯了 蔡總統當時壓希拉蕊 還送禮物 各種的送卵 還有包括各種的狀況 但是沒有想到後來是川普當選 那個時候更好笑的是 民進黨政府還故意說 川普派了一個特使來 後來有人說這個人 不是川普派來的 那是誰出來講 是民進黨自己駐美的 這個代表的人員出來講 你自己人打臉自己 後來隔了四年沒有學會教訓 後來又壓誰 壓川普 雖然蔡英文自己沒有很明顯 但是民進黨立委中常會 蓋帶挺川普的 說我穿威武 然後發雞排 提前慶祝川普勝選 雞排文 這個還好 他不是美國人 他就匯選了 結果後來是拜登當選 每一次壓都出狀況 變成我們台灣已經變成 是一個反指標了 如果我是川普 我會拜託賴清德 請他壓賀錦麗 因為已經變成很反指標 但是也有一個奇怪的 我們祝新的代表同政員 他駁斥川普說美國還是 半導體產業最賺錢的 然後陳時中也講 川普要求台灣付保護費 這個也太低了吧 這個說法太低了 以及我們講賀錦麗一整天 昨天講他的募款金額 達到16億元 這選過局的都覺得 很羨慕 16億 結果最後統計是26億 6000萬 我們能夠吃到渣渣6000萬 就很驚人了 以及現在賀錦麗支持她的人 已經越來越多了 包括這個裴洛西也挺她 但歐巴馬至今 還是沒有開口來相挺她 請教數位 賀錦麗拿到了這個政治獻金 一天8000多萬 8300多萬美金26億 大家會覺得很吃驚 其實不用吃驚 因為之前就是很多 民主黨的金主跟民主黨嗆聲說 如果拜登繼續選 他們不會繼續抖內 那換句話就是 如果拜登退選 他們就會抖內 所以這個只是象徵一個就是 他們挺拜登退選 然後換賀錦麗 所以之前金主扣住的錢 現在又回去了 只是回田而已 對 所以我們也知道 拜登他退選的壓力之一 就是包括金主 因為大家知道 美國選舉是非常非常燒錢的 那再講到民進黨 我就不覺得大家覺得 民進黨就是個投機分子嗎 每一次去看美國政局 他們都說他們很瞭解美國 台美關係史上最好 跟事實上他們一點都不瞭解美國 每次都用投機的方式 看誰民調高 繼續挺誰 看誰民調 然後每一次都賭錯 已經連續兩次賭錯了 這次會不會是第三次 我們不知道 這是凸顯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民進黨的眼光 跟國際判斷極差 極差 哪怕有蕭美情還是很差 第二個是民進黨的運勢很差 賭誰誰落選 所以剛剛我們主持人才說 拜託 可能川普想說不要不要 你不要支持我 你去支持賀錦麗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坦白說 民進黨每次壓錯保 可是共和黨跟民主黨 都沒有跟民進黨算帳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民進黨根本沒有保 他不管壓誰 他都影響不了什麼 民進黨根本無能力去影響 美國的總統大選 只是他自己在那邊智爽 然後派人在那邊穿梭 然後以為說 我可以 如果壓對的話 我可以獲取一點點政治紅利 殊不知 不管是民主黨 共和黨 川普或拜登 誰把民進黨放在眼裡 四年前民進黨以為開放萊豬 是挺川普的做法 是幫川普籠絡這個農業州的票 誰知道呢 川普根本沒把他放在心裡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